接下來是課本提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相同的速度 比如說ΔV一樣 相同的速度像ΔV一樣 經過的時間ΔT如果越大 加速度越小 因為A等於ΔT分之ΔV 如果分子一樣分母越大 東西就越小 東西越小 A越小 F等於A A如果越小 F就會怎麼樣 越小 所以如果同樣的一個速度的改變 你就把時間拉長的話 那麼這個力量就會變得比較小 那麼某些狀況就是衝擊力就會減少 就會比較安全 就會比較安全 所以呢 這個一個例子 消防隊要救火的時候 底下鋪了一個氣墊 然後人從樓上跳下來 鋪 沒事 原因 那個氣墊 撞到氣墊的時候 他會往下 一個距離 把這個作用的時間給拉長 所以衝擊力就會減少 所以人就會Safe 安全 不會被K了 然後就死翹翹 這就是一個 只受輕傷 就是這個時間拉長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說 因為我把他時間拉長 使他的力量變小 然後所以呢 就會安全 那課本上舉了一個跳沙坑 類似的狀況 有個緩衝 有個緩衝 把作用時間拉長 然後呢 讓那個力量變小 達到保護人的目的 達到保護人的目的 好 這就是課本上 各位舉了一個說明 那說明 說明 然後呢 我們就問了一個 啥問題 你在汽車上 有什麼裝置 是跟剛才類似的 幫你的緩衝 拉你一下 讓你就不會K流 然後呢 就受傷了 汽車上 有什麼裝置 有這樣的效果 找換一個好了 找換一個好了 林中葉 安全氣囊 安全氣囊 還有嗎 安全帶 安全帶 請坐下 安全帶 安全氣囊 拉住你 擋住你 拉長作用時間 然後呢 保護你 不過當然你要注意到 安全氣囊其實很危險 因為他突然縫開 突然爆開 小朋友不要撞到他 他容易受傷 大朋友也要注意 他就突然爆掉 突然爆掉 所以他本身就有衝擊力 他本身就有衝擊力 所以沒有弄好的可能反而 會被安全氣囊弄傷 那就是這樣 保護你的裝置 這一段是課本上舉的一個簡單的例子 那可能就是告訴你呢 同樣的DVDT大A就小 所以呢 就有力量就小 當然你也可以倒過來 同樣DVDV小一點 就力量就會小一點 那是很正常 那很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 那你了解他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這一段所說的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